维新世界 用意立人天 维新世界 用意志愿 咱乐乞逝去 维国际秀党 免党来健康 大家和业劍 做人出事好安心 大家和业劍 身体健康心安眠 身体健康心安眠 大家和业劍 最受感众好顺心 最受感众好顺心 大家和业劍 我让业劍 改重面 我让业劍 改重面 阴阳日月最长生 可惜天理难分明 今有真胜鬼谷子 一出天下定太平 欢迎收看用意立人天 师父混元禅师开示 天下的事情 多如牛毛 无所不包 每个人时时刻刻 分分秒秒都有些事 围绕在脑海 在心田 心田是光明 脑海是黑暗的 念头所需要的 就是经过眼耳鼻舌声来体验 能够用心来看待 才是真正要找的心 人来到世间 也只带着十分之一的智慧 人有很多烦恼和痛苦 在接近宗教 无论道教 佛教 或者是其他的教别都一样 都是在开发每个人爱心和良心 分别是非 善与恶 都能够很超越来看待 世间世的心 才是每个人本来的心 今天很高兴我们邀请到的三位法师 现在就来做介绍 第一位就是我们北斗道场的住持 袁圣法师 袁圣法师 你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各位十方善尽大德 大家阿弥陀佛 接着要来介绍就是东山道场的住持 袁穹法师 袁穹法师 你好 阿弥陀佛 主持人 你好 各位善尽大德 大家好 阿弥陀佛 接着要来介绍就是花莲道场 以及台东道场的住持 袁通法师 袁穹法师 你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大家好 我是东部花莲台东道场的住持 袁通法师 大家好 阿弥陀佛 我们常常在说 如果人身体的健康代号是1的话 那你家里的这些小孩 亲情 家里的事业 财产 以及你喜爱的名车 或者是你的感情 爱情 这一些的事情都是0的话 这个1才有作用哦 如果说这个1是健康 但是你后面有很多0 但是这个健康 这个1倒下来以后 后面这些0都是没有作用的 所以说健康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当然在我们的维心圣教 我们希望家家户户都平安 都健康 所以今天我们很难得邀请到了 这三位法师 首先我们就要请法师们来谈一谈 要有好的身体 但是也一定有好的风水 我们先请元圣法师来跟大家谈一下 阿弥陀佛 即使我们人来到这个世间 就有这个肉体了 就是我们佛法所讲的这个色身 那么色身一定会做到这个五官 就是眼耳鼻舌身的影响 我们的身心灵的这一个健康 所以身体的健康是第一个 我们人生的一个要素 就我们那个邪妙真经所谈的 这个身如地基 道如大下 地基不顾大下难载 如果我们到世间身体没有了 那像刚刚所提的这个一岛了 后面什么都没有了 那么身体到底跟这个风水有什么关系了 就刚刚所提到了 其实风水它是非常科学的东西 是 它是讲风是一个思想嘛 水是一个行为 风是空气 水是这个空气流动的一个途径 如果说我们一个房子 它能够空气流通 那最简单的讲 就是我们实际上讲的 这个房子能够达到冬暖夏凉 的时候 那这个房间 这个阳宅就如法了 那我们住在这个里面 当然就心旷神怡 现在有很多医学报告也提到说 当人处在这个焦虑 或者是心情不好的时候 它是也是一个致癌的 一个危险的一个因子之一 所以人能够在一个很稳定的气场 里面生活的时候 他的情绪是很稳定的 那自然人就不容易动怒 不容易动怒 身体就会健康 那处理事情就会很有智慧 所以师傅常常讲 你不懂得风水才说风水是迷信 因为他没有接触 他不晓得风水是在讲什么东西 所以当然这个我们也不能怪他 那我们也各地在开课 也希望他有时候因缘来接这个法 就知道说风水是 宇宙大条的一个法则 大到整个大自然 环境 说到我们一个家 一个工厂 甚至我们一个生也是 像早上所录的 宋经也是风水 因为你送金这个气流就会动 师傅常常这样讲 你多送金就可以打通这个认渡二脉 那身体就会健康 所以其实我们的生活一定离不开风水 所以师傅常常讲一些话 生活就是风水 风水就是生活 谢谢 是 所以要有好的风水 你才有健康的好身体 那当然我们知道 我们的微信圣教每一位法师 尤其到场的住持 开班授课 有很多的学员 大家刚刚开始对这个风水不了解 但是风水其实跟我们正康 健康是有很大的关系 源头法师想请你谈一下 是 谢谢 那其实财富跟健康 当你健康的时候那叫财产 可是当你生病死亡的时候那叫遗产 所以有的财富更需要一个健康的身体 是 所以那大家都知道要健康 那生病看医生 可是这个身体的保健靠自己 那曾经有一个安利 那我们有一个师兄 然后他就把他的妹妹 他妹妹他就身体一直长期 就是不是很好 所以他也去求神 也去问补 他问了很多 然后到次考他就找不出他的病因 那去找了中医 中医说这个气虚 调理也是不怎么样 那找了西医 西医也是说束手无策 因为他的肾脏 一直感觉说一直衰竭 那刚开始只是说 觉得说腰酸被痛肾虚 那慢慢的慢慢的 连骨齿都长出来了 是 后来他也没有办法 那师兄来跟我们结演了 他就说法师啊 拜托你帮我妹妹家看一下 那阴言忌讳绘足了 那我们就去他家看 结果发现在他的房子的屋后的正中 宫 从风水斜的角度来讲 玄武不要动 是 玄武是一个贼心 是 玄武在屋后来讲 也是人的脊椎 腰肾 后脑 是 所以不要动 而且更不要火在烧 那我们去观察 杨仔勘察的结果 就发现到说 哇 屋后 玄武正中弓 一个瓦斯炉 才能烧 是 我说这个一定是伤腰肾嘛 所以腰肾背后骨刺很正常 是 甚至于高血压 这个头都会脑神经衰弱 好 那很简单 把它移开 但是龙边有位置就移到龙边 如果真的没有虎边也没关系 就是不要再误会的正中弓 是 那她的妹妹也那时候去的时候 刚开始还勉强可以上二楼的房间 然后她听一听就说 好好好 我知道了 她想说 很麻烦耶 那个流离台还要移 瓦斯炉还要移 很麻烦耶 那么 那么复杂 是身体健康重要还是复杂重要 对 所以她认为说有点麻烦 因为她对这个法不是很了解 是 她不认为说我的身体就是风水引起的 那后来再过两三个月以后 她连二楼的房间都没办法上去了 是 那她哥哥 她哥哥就说 不行 妹妹你这样子 你听我一次 我帮你移 移看看吧 对 她哥哥又刚好是 本身是水电的 她说我全套帮你包了 所以她妹妹那时候已经躺在一楼了 没办法上二楼了 是 她说好吧 就随便你了 哥哥就麻烦你了 然后她真的就把它移开了 是 那这样子过了两三个月以后 她慢慢慢慢慢慢就好起来了 那半年多 她整个腰酸被痛好了 股市没有开刀也都好了 是 而且现在 第一个身体好了 她的孕也好了 她本来工作赚的钱不多 工作不顺利 现在开始去跟一个名义代表 去帮她跑行程 整个人活泼健康起来了 是 所以她才说不可思议 移一个瓦斯炉 是 一个风水 既然能够让她病痛 没错 那把它移到正确的位置 身体就好了 是 所以很多的病是风水病 是 所以师父常常开始我们说 风水病就是要风水医 你就是把它移一下 真的就是说你觉得不好 再移回来 也一样 但是往往只要是风水引起的 你只要把我们的病灶把它移走 通常这些病可以不要而遇 但是如果它真的伤害到我们的人体了 非得要医生医生 当然 圆球法师像这样的案例 风水跟我们的身体 要健康要好风水 是这样 最近就有一位他看到那个电视节目 师父的电视节目 然后就打电话进来 那他就一直问我 他说 我为什么这样 我为什么这样 我说你怎么了 他说 我已经好多年都没有办法走路 职业伤害 那我每天都坐在这里 不晓得怎么办 那我儿子又很不听话 每天都是把我惹惹我弃到这样 那我说那好那好 那你平常在做什么 他说我送金 我送金 那你送几步了 送了七千多步 因为他没地方去 他只有坐在那个轮椅上面 他只有送金 那我说这样吧 那我可以帮你忙 那你看有什么办法 你到我到场来 那我来看看 你到底你们家是怎么一回事 那后来约了一个时间 他请他太太过来 那我就帮他张了一个挂 我说那你们门口出去 虎边有什么东西 然后他太太就告诉我 她说他们就在门口出去的地方 虎边 他是用了那个晒衣架 那个晒衣架 那个一根一根都往里面刺 像箭一样 像箭一样 我说就是这里 问题出在这里 我说回去赶快把它改掉 把它改掉 你看有没有其他的地方 那一定不要往里面 可以用横的 但是你要低一点 不要弄得太高 是 那后来他太太听得也是很高兴 他回去了 结果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他没有再打电话进来 是是 我们当然祝福他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也是一样也是信众 他就说奇怪 我以前住在台北的时候 我们家大大小小兄弟姐妹 很和气很和谐 大家每次聚会的时候 大家就是有说有笑 很高兴 可是我一搬到台中来的时候 怎么搞的 全部都变了 我说那来来来 我帮你谱个挂看看 一谱 也是一样 那个大门的虎边 你有什么在动 我说对了 我有一个抽水的马达在虎边 我说这问题就在这里 赶快改 赶快改 然后他也很听话就改了 那也是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来 有一天来的时候 我看他的脸整个都变了 本来是很忧愁的样子 现在整个变得很高兴的样子 那我说现在很好很好很好 是吧 所以说你看看一个马达在右边 就在火边 火边是不能动的 如果你来上课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真的火边 真的要安静一点 不要动 要不然的话 全家人大家吵起来不愉快 什么原因你都还不知道呢 小问题移走了就没事了 不过提到这里 我们想到就是说 不管你是工厂 公司 行号 住家 其实师傅常常开始我们说 我们有个工厂的好风水 对我们家庭 社会 国家 就是一个命脉 因为你工厂好 带动了生意就更好 那大家就过得很和谐 所以工厂好风水是很重要 不过我们知道就是说 一个好的工厂从起建开始 你要慢慢的去营造 整个工厂营建好了以后 这个要有很多的智慧 我们想先请袁胜法师 来跟大家谈一下 我们新厂盖房的时候 我们到底要怎么做 我们实际上讲一句话 福地福人居 福人居这个福地 所以也借这个机会 来奉献我们 所有的这个善心大德 我们普通时候善事多做 那当然有这个因缘 福地都有我们所谓这个地基林 就是那个地基组 就是我们一般在超渡 所以他也会找那个有缘的 有德的 有福的人 来来基住 所以像书上讲的 求人不足求疾 求疾不足求生疾 我们自己也能够 先把这个心理的福田建起来 那当然你这个因缘 实际道要找一个好的地 来盖这个工厂 这个就比较容易 所以不要去本末导致 我们福德不重 一天到晚就想要找一个好的地 这不太可能 那么当然一个基地找好以后 首先就是整个的规划 那当然从我们中文来谈起 我们要动土以前 都有动土的法遗 要在这个四个角落 在七天前就写那个榜文 然后告知这些烟灰软痛 这些虫软 不要因为我们这一个动土 来受到这个伤害 像我们印证过 你动土遇到这个法遗去折日 但是我一个案例 那个很殊胜 在当下动土的时候 哇 那个真是白鸟齐鸟 奇怪 这个地方从来没有 没有听过这种鸟声 依这么的法遗 这样去做 去动土 那另外一个案例是 它是一个工厂的起建 那也是一个意带水 很漂亮一个土地 那依照我们法遗来动土的时候 刚好帮它沉建的这一个营造商 本身也有在做那个宗教 那隔天 我们那个业主教打电话 老师 老师 我教我们的那个老家说 我们昨天在动土的时候 都有很多诸佛菩萨降临 因为他本身有在服务这个神圣的士 那像我本身因为清口很久 所以这个当然我们也都感应 但是要让别人讲出来 会比较OK 所以这个第一个 你这个工厂要动土 一定要依照法遗 而且要折日来做 那整个新建 都依照那一个市政位来规划 就是青龙洞 白府进 珠椎要进 鲜尾要进 鲜尾要进 那来整个规划整个厂房 还有你的这一个办公室的位置 而且最重要是那个外大门 纳器 这个我们等一下都一一来想起 还有这个内大门等等 那等到你整个还有善良也是非常的重要 是 我们都有传这个法遗 那整个完工以后还要办这个卸土 来感恩 师父说 谢天谢地 谢父母恩 谢这个国家恩 社会恩 跟这个众生恩 让我们有一个寸土 来经营工厂 来跟这个众生绝缘 所以我们本宗门 对整个法遗 传得非常的严满 所以希望说 死亡三天大德都能够就近去学习 那我相信 如果你有那个善良 能够有那个福报 来经营一个工厂 我想你一定会很顺利 是这样 是 就成如刚刚我们的原生法师提到 其实 从我们整个的房子的地基 整个结构到善良 其实很重要 我们可以把它想做说 当父母亲帮我们 生下了我们这个肉身以后 他是怎么样的来照顾我们 其实从生下来开始呵护 开始要在我们的长大 我们的筋骨 我们的骨头 开始要成长的时候 这整个过程 都要是非常的仔细 所以我们相信 就是说风水 对我们一个人来讲 这是非常的重要 可是师父也告诉我们说 学医不经是害死一人 如果你学风水不如法的话 不经的话 你可能害死一个家族 所以其实学习风水 就是保护自己 不伤害他人 进一步还要可以帮助他人 所以我想请问 演通法师 这个风水它重要性 而且洋载里面 我们大概要特别的注意哪一些 是的 风水 其实风水很多人认为说 它不存在 也很多人认为说风水是迷信 其实风水它是我们的生命 是 那我们从生命医生来判断一个人的生跟死 只要这个人有一口气在 人的呼吸就是风 人的心脏跳动 血液循环就是水 是 所以当你有呼吸有风有水 心脏跳动的时候 你活着 是 那是生命 可是当你停止了 呼吸 没有风 血液停止了 心脏停止跳动没有水 没有风没有水就叫死亡 所以如果我们误了的时候 才了解说 原来风水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 是 那一个洋载风水来讲 空气的对流 阳光 空气 水的流通 这个都是很真的一个真理 包括我们古人要逐水草而居 就说明了风跟水的重要性 是 所以我可以很肯定的跟大家讲 风水就是融入大自然的一个真理 是天理 是 只是说很多人因为没有学习 不了解 所以风水我们中华文化 易经风水老祖宗的大智慧 那很多人不管是工厂 不管是公司 很多人就只知其异不知其二 好比我们常常谈到的 左青龙又白虎 是 那龙边应该要高 虎边应该要低 应该要安静 所以很多人知道 龙边应该要高应该要动 虎边应该要低应该要静 所以龙边是大 所以很多传统的人 他们有知道风水的观念 可是他们就把龙边是大边 所以很多工厂 他们就把办公室 通通放在工厂内部的龙边 结果一个门进来 你工厂在 办公室在龙边 结果你办公室向出去 整个工厂的 不是龙边 是整个工厂的虎边 通通都动了 都是放机器了 整个工厂办公室的虎边 通通都是机器 所以往往这样子的话 一做 反而风水不对了 这就是雅琪姐讲的 就是血液不精 因为它没有血 只听到说龙边是大的 是 结果往往很多的工厂 都把办公室放在龙边 结果让整个工厂的虎边 都是机器在动 反而血光 意外 是 是非 倒战 所以这是常常很多人 犯的一个毛病 是 是 可是我们知道 就是说 我们维新圣教宣扬的 弘扬的就是一镜风水学 那我们知道就是说 师父常常给我们上课 开示我们就是说 当我们人面向外面的时候 左青龙 右白虎 前朱却后玄武 但是坊间有一些 都是相反的 常常造成了很多的错误 所以 师父才鼓励大家 大家学艺经 大家学风水 那艺经风水是我们的生命 是我们的老祖宗留下来的大智慧 那至于对与不对 自己来学习 自己亲身来体验 所以我跟随师父学法大概19年多 快20年了 本来我也是认为说风水真的有吗 我也是半信半疑 那我开始来学了 开始来应证了 才慢慢体悟到说 哇 了不起 这老祖宗留下来的一星风水的大智慧 真的是天理啊 是 是 所以你今天了解了天理 你顺着风水的道理去做的话 顺天者仓 那你今天很多人他不了解 可是你违背了他 还是一样 那就是所谓的逆天者亡 是 是 所以就讲青鸿跟白虎好了 我刚才讲的那个案例 很多人都把办公室的 办公室放在工厂的龙边 结果造成它的虎边全部都动 是 其实你了解的话 你只要把办公室移到虎边去 然后让整个工厂的龙边都动 至少这先天体 你对了 整个工厂云印就顺利了 是 内部员工就会团结一心 那对外 你自然就会很顺利很顺利 是 这个就是风水 只是说了解跟不了解 是 没错 所以我们提到就是说 有很多工厂 它是盖这个铁皮屋 那这个铁皮屋 它一盖呢 很多门就开在中间了 那师傅说 这是不如法的房子 元圣法师我想要请问一下 这个铁皮屋一盖 然后呢 这里又有一个房子呢 它的房门是这个样子的 一个大楼的门 那这叫做后卫了 为什么这个房子是不如法 你这个造型 尖尖 那个就是佛 就是佛 佛 就是佛 那个 以我们这个身体的结构讲 我们头属金嘛 前为天是属金 那这个佛过剩下来 那当然我们整个 湿序就会乱掉 那这个你只要把它这个 尖尖的布把它遮掉 用一个方形的 在于这个五行 它就变土了 所以佛生土 土就生金 它就稳定下来了 所以刚刚所提到的 风水一定离不开五官嘛 五官除了你眼睛看到 有它的造型 造型也是五官 就是五行 就刚刚讲 尖尖就是属佛嘛 是 那你方形就是属土 是 因为这个气素像 它自然会产生这个五行的气 所以有很多人 如果说你有在修行 慢慢修行 对这个气场比较敏感的话 实际上讲 你建在一个房子 会晕 那就是气不调和 是 就是没有达到这个所谓 食道贴心心嘛 一定它的这个 青龙猪雀 青龙白虎 猪雀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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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调和 那你静静人就会晕 是 那如果你静静人 就不会晕了 像我们老鼠很慈悲 有时候去服务信仲 在当下你是不会晕 出来就很晕 因为当下你要帮他处理问题 是 我们要专心嘛 解答解答 可是当你 他就这么 人就很不舒服 是他的气不好了 整个气就是不调和 如果说 你更敏感的话 就会更不舒服 是 因为他要让你马上知道 这个就是不对的 我们当下 只有经济一下就这样子 那你看 住的人 那就不得了 真的不得了 所以你怎么会健康 是 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 风水其实它是很重要 因为风水它是一切法的代表 没有风没有水 其实我们是不能生存的 那当然 有智慧的人说 风水是非常的重要 也是非常的科学 但是没有智慧的人 他会说风水 其实它是迷信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 事物常常开始说 不管你信不信风水 但是你不要忘了 你已经生活在风水当中了 那当然 我们想要请问一下 原穷法师 就是说 在我们的居家里面 我想一个房子 我们居家 除了刚刚提到说 盖新的房子 那这些居家 那所要注意的重点 是哪些 刚刚我们原穷法师讲的 我们风水的这个法则 就是说 朱雀玄武 青龙白虎 那它有它一定的这个法则 那我们就顺着这个法则 就没有错 那我们知道前面朱雀 也就是说我们的 等于是我们的这个脸 我们的口 我们的这个脖子 那前面你一定要很平顺 一定要很干净 是 这是原则 那后面就是玄武 玄武就是我们的头 我们头 你不可以有一些乱七八糟的 不整齐的 那就是等于就是 我们会没有智慧 那我们的龙边 刚刚讲的就是说 要动 要高 那虎边就是要低 要平静 这是一个原则 你抓到这个原则的话 那都应该是没有问题 那曾经我有一个例子 那也是最近也是 有一支在联络 那她的妈妈 坐在那个椅子上 结果那个眼睛都快睁不开了 而且那个头 就是一直斜过来 那没有办法站起来 没有办法坐直 那她就一直说 去帮他们看一下 我就选那个时间 去他们家一看 结果第一个 她的地基太高了 一般的话地基高 气不进来 是 这个是一个缺点 地基要多少才算做高 七寸 那个气可以进来的话 应该是七寸 七寸 再高一点就不行 那等于是地基浦 地基浦的话 那个气跑不进来 跑不进来的话 她在家里面 那个气就不顺了 那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 他们那个 既然那个门 没有合文公 他是在那个病治上 那当然她妈妈是病 那再来 再跟她 看里面的这个摆设 那个 当然有些不对的 我就床位不太对 我就要她整理一下 那她的屋顶上一看 糟糕 她那个水塔在房子的正中间 难怪她妈妈的病 难怪她妈妈的病就是脑瘤 那后来我说赶快 当然下面要要撤是比较快 那楼上 我看 赶快看一个日子 赶快 赶快 赶快把那个水塔 把它 移过来 移到龙边这边来 但是你要注意 你不能压在你的那个灶位上 也不能压在你的那个床位上 你一定要把它把它弄好 结果她也是 也是很积极 赶快 看按照那个日子 赶快把它弄过来 弄过来之后 奇怪 她那个妈妈 她也是 几天都要到那个医院去做复健 那这样慢慢慢慢的 那个头会伸直了 她不会再这样掉下来了 然后慢慢的眼镜会震开了 她慢慢越来越进步了 那当然这个 因为她之前时间也拖了太久了 那这一段复健的时间也要一段时间 那是必然 那最近几天她又来了 我就说你们要怎么样 她可以站起来慢慢走路了 是 你看这个风水对人的影响 实在是太厉害了 没错 所以一旦我们的风水不如法 而造成了我们的身心受到伤害 或者是健康受到有问题的时候 你非得风水调过了以后 但是复健的工作 治疗的工作 还是要请医生来帮我们治疗 慢慢的再加上风水好的这些气息 可能就是影响到你恢复的更快 这是很重要的 当然 刚刚我们的圆穹法师提到 只要超过7寸 就是算说她的地基比较高了 好 再一点就是说 我试了因为她那个地基太高了 那没办法只好让她放两桶水 两桶水 我有两桶水的这个妙法 那也 她也按照我的这个 九宫阁里面看哪个地方 哪个地方 哪个地方要放水 她也把它放下去了 是 是 所以其实我们维新圣教 易经风水学妙法很多 所以老祖传了这么多的妙法 也是希望是我们家家户户都平安 提到这个我们古时候 就是说有这门槛 佛丁嘛 那有钱人家的那个门槛都很高 普通人要进去不太方便了 这如果说真的是超过7寸或是更高 可能也不太如法 我想请我们的圆穹法师你谈一下 这个门槛佛丁的问题 它应该也是会把气挡住的吧 是是是是是是 其实那个门槛的高低 其实这个叫地基 地基 从风水学来讲地基很重要 那人的德性来讲 要行功要力德 要多行善积德 那是最好的地基 那至于风水 洋载风水的地基的高低 其实它就是刚才我们圆穹法师讲的 气在7寸之间 那是指一般的这个大平地来讲 大平地 大平地 我们原则上蒸气就在这7寸 所以你如果说高于7寸太高了 那个气进不来 进不来 对 那个叫做孤阴 孤阴 对 所以那个也不好 如果太低的话 那又叫脏土 凉透 那个都是伤肠胃 是 那个身体防止也是气 越住越衰退 越住越不好 是是是 所以那个案例很多 那我们曾经就有一个原住民的朋友 他们的家就是 原本的马路是差不多 然后慢慢的像以前 就马路业盖薄油路面 一直舔一直高 一直舔一直高 结果他们的家变低了 是 那一滴一滴很多 那房子就是说阳气不足 那前面的马路高起来 那叫脏土 凉透 凉透之后第一个就伤肠胃 是 胃肠不好 第二个家人的运势节节败退 是 所以打个高和呼吸不喜欢 碰 哇 伤到眼睛了 是 家人肚子肠胃 一下子大肠癌 一下子绕晒 种种不好 那个没有办法可以解 唯一把地基填高 就是这样 要高于路面七寸 如果说你的屋顶够高 你就把地基填高 如果真的不行 就是要重建了 是 是 当然我们的一经风水妙法 在我们维新圣教 师傅是用大家最方便的方法 可以不要搬走的 就尽量我们去把它做个调和 因为风水还是谈阴阳 所以尽量调和真的不行 就像我们袁通华师说的 真的不行了 只好搬家了 这为了全家人的平安健康来着想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地基 就是人的居家里面 我们的稻基是最重要的 那基础不稳定的话 其实会觉得人是轻浮轻浮的 但是这个地基不好的时候 我们要建的房子 你说有多好 其实它是灾难连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的 袁胜法师 刚刚提到说这一些的工厂 开始从工厂整个 一直到它整个新建的时候 上梁的时候 有哪一些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 其实如果说我们没有来接触 你想一个工厂的起见 就我们刚刚提到 光讲折制就好了 它要好几个阶段 你看这个动图就要一个 然后你这个外大门的立项也要一个 内纳门的立项也要一个 到你这一个整个上梁 它也是 上梁的字也是很重要 到你完工卸土它也是很重要 所以如果说它没有来清建的时候 可能会误会说它怎么这么麻烦 其实刚刚像你所提的 人的身体的健康 它是五脏六腑去调合的嘛 所以你只要有一个环节出的问题 那这个当中可能就会 就会产生将来它生产整个的 这一个补数率 只有光讲折制而已 那你另外比如说你这个 像这个整个地基的部分 我个人的印证 我当时家里那个有压在整修 也是因为外面那个保佑路一直填 那我就沾个瓜 大概是六寸半那个瓜就OK 我印象很深 你超过七寸就不行 就是从那个马路到那一个七楼那一个 就是七楼第一个高度 为什么七个 为什么六寸六寸半就可以 七寸这个瓜就不行 原来除了这个地气以外 就是那个公差 万一它这个水 营造厂它施工做不注意 可能可以多个一寸 变成八寸 糟糕了 那这个气就爬不上来 是 所以你要照这一个慢慢上来 然后进到这个门 刚刚讲的那个门槛 我们这个七楼 我们算是在那个大马路旁边的房子 你七楼上来它有一个斜度 上来进到这个家里大概两寸 然后在后面再慢慢慢慢增加 所以你整个照这样规划起来 那个房子住起来 很多新的觉得奇怪 你们这外面那么热里面怎么那么舒服 冬天外面很冷里面就很温暖 所以风子也很简单 有没有都不用去争论 你说一个房子进去 我一直强调冬暖夏凉 很简单 你不要说外面热里面比外面更热 外面冷里面是比外面更冷 那你说没有 没有为什么别人家里是会冬暖夏凉 你是冬暖夏凉 进到这个屋内里面怎么非常的舒服 当时应该是属于夏天 他就请问这个主人家 他就告诉我 是那个苗内那个邱市长老先生 把他改的嘛 然后似乎就在那个阴言 就找机会去找这个邱市长老先生 是因为开启他这一生 开始写这个风水的这个法音 也是因为他去淘一杯水喝 进到这个屋子冬暖夏凉 就是我讲的那个诱因 所以如果说我们的同修 你来接的法以后 都能够如法去改 让像很多佛教大师一样 你要让你的亲戚朋友 接着你有改变 不管你整个人的修养 你的面相 还有你整个房子 你的事业 奇怪你怎么越来越好 那表示说 你来接触这个宗教 这个是他有受益嘛 就是我们来接法以后有去做 那如果说你自己本身 都没有那样去做的话 那你说要牵领人家 来亲近这个疫情风险 可能有一点难 就是自己要立行 立行以后 像我们一路走来 就自己有那个感觉 那当然 像我们是这个 我们经常说读书人 又是当官下来 不然不能随便乱讲 我们在社会上 本身就有一个水平 就不可能乱讲 所以你自己的家里很顺 自己看起来又蛮年轻的 考试 孩子官方都很顺 人家就会羡慕 你们是这样 我们就有在修行 就有在接触这个宗教 是这样的来的 所以我们中文虽然强调 疫情风水 这个只是一个部分 其实心里的风水 也是非常的重要 谢谢 所以风水真的是 非常的重要 真的风水与健康的重要性 我们现在想请原同法师 来给我们提个案例 来跟大家分享 好 谢谢 其实有时候了解的说 风水就是我们的生命 而且风水更是我们的天理 那我现在讲一个实际的案例 那有一个姓仲 那藉由我们同修的介绍 那他本身他是一个公务人员 而且他刚刚从军中退伍 又考上公务人员 那又老婆又娶了 孩子也生了 应该是很幸福又美满的 当然 当然 那可是呢 不是这样子 因为他突然间本来是症状 年轻率状的时候 突然间身体 哇 突然间就晕眩倒了 很不舒服 一天到晚送急诊 那医生把他检验出来说 你这属于后天性特殊的 隆血性贫血 就是血液里面的血红素 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血红素一少 人就很不舒服了 所以一天到晚就晕倒 请假挂急诊 那开始他认为说 这医生给他治疗了也不会好 他再去北部再找大医院 也没有用 那花蓮大大小小找透了 北部也找透了 还是没有办法好 是 后来他爸爸妈妈乡下人 他说 我哪去问行啊 所以他也去问了很多的工的 很多的那个 他很多的就说 你这个冤亲寨主 整队长的 所以不会好 他该坐也坐 也是坐不走 花了钱又没有得到好钱 对 有的就说 你要回向给冤亲寨主 所以他很多的奏 要他写大杯奏几千部 他已经写到没有力气了 后来他太太帮他写 结果该写写完了 还是没有解决 那最后他的亲戚朋友 就是我们的学员 他说 颜同法师 没你给他看看 到底是 是不是哪里有问题了 是 我说三分之一是命 三分之一风水 三分之一要自己努力 那我们的中文 可以从洋载风水基柱 去把它调理 是 所以我们就去 一个时间去他家看了 那看了以后 就发现到说 他们第一个 他们的祖先排位 就是玄武的后面 放了一台大冰箱 是 那边弄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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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二个 祖先拱骂的右边虎边 应该低应该近 结果换了大电视音响 虎边又高又动 是 那更好玩的 他的房间的上面 刚刚圆琼法师的 被两颗大水塔压住他的房间 所以 那个农雪姓贫血那位姓仲 他 根本就不喜欢睡房 他说我去那边睡 就半夜都被鬼压 所以那时候我们去看他的时候 他真的是躺在一楼的沙滑上 是 两颗眼镜黑黑的 就像猫熊 那整个那个切血啊 所以眼都干干黄黄的 很像黄胆一样 那病奄奄的要死要死的 然后他的爸爸也是因为 那个瓦斯炉上面 睡在瓦斯炉的正上方 所以他爸爸小中风 所以他真的是很无奈啊 后来有说 你第一个把电视移到龙边 让龙边动 第二个 那个狗马后面的那个冰箱 赶快移到龙边去 变成瓦斯炉的龙边 那他爸爸那个瓦斯炉有沒有床位 另外有一间 我说你换别间睡嘛 是嘛是嘛 对啊 那水塔呢 也在虎边押住他 我说你赶快移到龙边 正确的地方去 是 所以他就移移 因为他也是 已经病急了 真的找不到医生了 也没有办法 他说姑且一试 反正这移移也不用多少钱 所以他就赶快很积极的移移 然后后来我就没有过去了 然后他半年多 他带我去的那个 就很高兴 就带他们来拜拜了 我说 怎么今天气色这么好 他说很感恩啊 他说他就这样把这个风水该瞧瞧也好 他就碰到一个名医 检查说他的龙血性是因为他的脾障 某个地方出了问题 是 所以他之前打一针二三十万的针 打的钱都快没了 他现在就找到那个 他就开个药吃一吃风水改了 就好了 是 所以他就整个现在又幸福又快乐又健康 他说风水救了他们一家 是 所以说其实风水是很重要 睡错的地方 你怎么睡都睡不着 安眠药你怎么吃也没有用 真的是没有办法改善的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案例 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说 我们原重法师有提到了一个 就是面包店的案例 到底是怎么了 原来他这一对夫妻 也是有来上我们的这个 一经风水班 那他们两位也都很热心 他们一到有义工一定都 一定都当义工一定都帮忙 他们本来就很热心 而且平常也都是有诵经 那因为这个原因之下 他们就开了一间就是这个面包店 那原来租的那个房子 怎么做 越做就是不起色 那因为也要养孩子 孩子都要上学 要学费 那没有办法 他只好半夜里面就去当那个鱼市场 去打工就对了 那也很辛苦 那一直不晓得怎么办 那两个夫妻就 因为就是说人家说 这个平坚夫妻百事哀嘛 他就时常吵架 时常吵架 吵得我们也都觉得 在旁边看了就觉得 哎 怎么会这样 那有一天 应该也是时间应援到了嘛 那那个原来的这个 那个房东啊就赶他们走 因为他说他儿子要开店 那你就要赶快搬吧 那他没有办法就好搬啊 那搬一时也不晓得 要搬到哪里去啊 那后来就在对面的地方 就找到一家 正好他要租出去 然后就叫我去看 我说那时候正好是 因为他那个是作东向西嘛 那那年正好是煞东 糟糕了 那不搬也不行 要搬也不行 因为我们知道山煞的时候 就不能搬进去啦 是 那我说没关系 你原来就不租在那里啊 你赶快把它整个改掉 因为他原来的这个 那个要新租的这个房子 也不是很好 因为他里面原来也是一个面包店 那面包店里面 藏的就是不是很干净 很多蟑螂 那后来他整个把它打掉 那另外就是说后面 他跟人家的那个背后都接在一起 没有一个后路 那我说不行 你一定要这个屋顶上面 一定要三分之一的地方 你把它打掉 一定要有一个后门 一定要有一个后路 有一个通气 这样子才可以 然后前面的话 那我们再来转一个方向 因为现在是八运嘛 我们转一个旺山旺山的这个方向 你赶快改 那也是改改改好了之后 就这个转的那个方向 转到我们现在的这个 这个旺山旺山的这个方向来 结果看了一个日子搬进去住 结果已经经过了两三年 他现在生意做不完 所以说这个风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是 所以我们有时候 看人家赚很多钱很羡慕 你知道他有多么的用心 多么的有智慧在了解这些风水吗 所以我想想请问一下 那当然云生法师 请您用很简短的事件来谈一下 风水它对我们一个住家 洋宅它的重要性 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 那个风水它是一个自然的法则 那你如好的时候 我们住在这里 当然就身体健康 心情就很稳定很调和 那自然就产生这个智慧 它的科技的道理是在这个地方 那你如果说风水不如好的时候 我们人就我们说人家心非公烈 那当然就佛就克金嘛 那相对的就没有智慧 那当然你在夫妻的相处上 或者是你经营事业上 当然就不会有智慧嘛 那当然你就一定是一败涂地嘛 所以说它本来就是很科学的 只是说我们没有去以一个科学的角度 还存在以前那个古时候的一个观念 因为以前没有谱传 那现在有谱传的时候 也希望各位十方三天大德 能够就进去接法 是 人家说一句话 如果你在吃麵 你在外面发烧 你没有来亲近 光听我们这样讲 也是 你也是会认为此上谈兵 是 那你要本身自己来接触以后 去见证 去证到 那你就会知道说 我们老子师尊跟师父是很慈悲的 是 都没有私信把这些法 把它传到世间来 我们都抱着很感恩的心 真的 我们此生此次能够有这个因缘 接到易经风水的法 真的是我们的荣幸 所以希望更多的这些世间大德 大家能够有这样的福报来接法 谢谢 是 所以我们云圣法师 他是我们北斗道场的住持 自从公职退休以后 就是致力在我们北斗教室 来做弘扬庙法 现在学员也是很多 那当然也就是说 我们所有的法师的辛苦 都是为了将这些妙法谱传 也希望就是达到家家户户都平安 能够为国修道 为民祈福 为全世界的人类来做消灾化解 今天非常感恩三位法师来接受访问 谢谢你们 祝福你们 谢谢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同时也感谢收看用意离人天 师父混言禅士开示 大家学艺经 国家社会见太平 阿弥陀佛 好 谢谢阿弥陀佛 谢谢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